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安逸来自摩洛哥 然后呢,我现在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吃的是羊肉呢 所以我们选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肥义老店呢 我们要不一起去看吧 我们摩洛哥人也喜欢吃羊肉 当上海粥铺羊肉的吃法 和我们那里完全不同 本地人吃羊肉大多数以摆烧为主 店主皇大哥是非洲铺羊肉制作记忆的传承人 他从祖辈手里接过家业制作羊肉已有近五十年 那做非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这个羊肉的制作方法跟别人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我就是都是很大的大招 用木材,用瘟蒙出来的 我这个羊肉蒙至少要十个小时以上 这种羊肉吃起有一种唯而不定的感觉 皇大哥说吃羊肉有着食疗的作用 在春节这样的日子里 本地人总会来上一份羊肉 既大饱可服又能滋补身体 我先问一下羊肉和春节有什么密集的关系吗 有的 每家每户过节亲戚朋友一块吃 总会少不了一份羊肉 意为什么呢 你身上有寒气 一次吃了以后出生汗 把你身上的寒气全部拉出来了 就是像吃辣的一样 没想到吃羊肉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春节TM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